他堅持認為特政組就是爛 對不起 他堅持認為過去有很多檢察官 就是爛權上訴 所以呢 這個問題必須要由立法院通案關切的一個議案 而不是針對個案 他說不是針對個案 他同時還講 他說 就是要解決不要有爛權上訴的情形 這不是官說 觀眾朋友 來 圈起來這三個字看一下 這不是針對個案 還有並非官說 但王進平已經自己定調了 不是官說 但是問題是 難道這一個特政組公佈的電話議文 馬英九手上沒有一份嗎 有啊 他握在手上看著電視 他就覺得你在瞎扯 馬英九為什麼那麼氣 因為來 王進平對著 柯建平在6月28號的電話議文 那個阿黃有打電話來 阿黃就是什麼 陳手煌 柯說怎樣 他是跟我說那個女孩姓林 林什麼 高檢署的檢察官林秀濤 林秀濤嘛 林秀濤 阿濤啊 他說他是雍北人啊 雍北人喔 沒有啦 我以前跟雍北說什麼啦 你怎麼說啊 他說好啦 他會盡力 他會弄 你看我要把他會弄圈起來 還有我要把他提到的人 雍北郎 林秀濤 OK 再來 這個就是偵辦柯建平的檢察官啊 6月29號 王進平又打給柯建平 雍北啊 雍北啊 再次提到了 曾永夫 然後柯建平又說 我沒有遇到我剛離開 他跟我說OK了啦 來 馬英九看了這份譯文 他很不爽耶 他何止認為你踩到我底線 他何止認為這不是關說 那什麼才是關說 他還認為這叫成功的關說 所以呢 我圈起來的這些字 他認為你王進平 你怎麼都不解釋 你只會攻特征主 你為什麼都沒有解釋這些話 這是針對通案嗎 還是這是個案呢 對不對 這很明顯就是針對個案 那小馬哥又想了 越看越氣又想了 你不能講兩個理由說 第一 我常常跟柯建平委員冷笑話啦 我剛剛講的這個什麼 雍北跟我說OK 他會弄 他說這是口頭禪 只是開玩笑而已 這些字句都很深入啊 看起來都不像在說笑話 看起來是針對某件事情 正在談論耶 所以既然都已經講到 檢察官的名字了 還有這句三個字很重要 叫他會弄 因此馬英九認為 你就是關說 因為他說這不是關說 那什麼才叫關說 什麼才叫做關說呢 看看昨天王進平的解讀呢 他是避重就輕 他把關說事情完全排除掉 他只針對特征主的做法 不恰當 特征主的作為 不明確 而且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可是呢 馬英九的認定是什麼 你就是關說 你立法院長做關說的事情 真的就是要不得的事情 王進平在昨天打出了三招 太極無雙 但是呢 馬英九可是三刀 刀刀致命啊 馬英九用三刀連環刀 去把軟Q王 誰呢 就是王進平 現在不是水母馬了 叫做硬警馬了 我跟你講 硬起來了 硬起來了 其實我們都在想 昨天應該他會怎麼回應呢 對不對 好 有資深媒體人 馬上就在臉書上面 直接下結論 因為他遇到他生涯之中 最大的挑戰 他一定是一從吉隆坡回來 下機場以後 他就要講說 我決定全面發動 罷免我自己的 黨主席 也是我自己的總統 馬英九 這樣才對 這是他從政這麼久來 他第一次必須要硬起來 對不對 結果 周玉寇 不是這樣 周玉寇 你看多資深的媒體人 以及誰呢 周玉寇跟另外一個李彥秋 他們都下了大祝 結果根本不是這樣啊 我們的王進平院長 還是沒有講 更不要講說什麼 他針斷軟 還是一樣軟 他絕對停馬 停馬 但是他炮轟特徵組 看看上面的朱智朱記 都是在打特徵組 你在機場上 聽到他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他完全是針對特徵組 在做回應的 他甚至沒有對馬英九的個人 有多加琢磨 大家知不知道 完全跌破我們的眼鏡 好 軟Q王 王進平 他怎麼講呢 他總共有六點聲明 王進平的聲明稿 在機場上講 那全面四點 全部在罵特徵組 第五點 照理講 你剛才開始講自己的 總統了吧 對不對 是總統 要他滾的 對不對 但是他竟然講說 金平也能明變大事大非 捍衛民主法制的決心 與馬總統的決心 同樣強烈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到這個時候 他還在尊馬 注意 注意 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是有經過高人指點 到現在還在尊馬 好 還有第六點 總該講講自己心底的話了吧 我的心底話是 金平是 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從政多年 不論黨遇到多大的挑戰 他始終要跟黨同舟共濟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 注意喔 不離不棄 任何一任黨主席交代的 不管再大的困難或杯葛 我還是設法會完成目標 你現在講了半天 這個跟馬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叫尊馬 這個叫尊黨 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軟Q王 放得更軟 軟到最後都這麼軟 尊黨尊馬又輸成啊 就 沒錯 我就是告訴你 我一切都是為了黨付出 而且 全心全力為了黨 全心全力為了總統 你想想看 我的身段放這麼軟 就是怎麼樣 而且你注意喔 他說雖然或許會有一些 時間的落差 這也代表著什麼意味呢 這代表著就是說 馬總統雖然對於之前 反而不滿意 對 可是我因為是有時間落差 我有時間 我其實有很多人情的壓力 總有一天 我一定會幫黨完成 黨想要的目標嘛 好OK 大家就聽到這邊覺得 哇 你在機場發生六點聲明 你講得這樣 都不如大家的預期嘛 好 今天黨要開閘啦 黨紀要處分啦 對不對 送陳述書到黨中央去 對不對 好 你看我們偉大的院長 他今天說了什麼 他說 不論黨遇到多大的挑戰和賢阻 金民始終於黨 同舟共濟 同舟共濟 無時不為黨著想 使黨的政策得以推動 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這句話終於有聽到一句真心話了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你餘心何忍這樣對我 為黨付出這麼多年 居然你黨主席就這樣子開砸我啦 沒錯 這就是他要講的 我 沒有觸犯黨章 也沒有觸犯什麼 黨紀處分的 所規定的違規行為 而且最後一句話 最耐人詢問 中國國民黨永久黨員 王金平 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他的身段放到最軟 而且有很多感情的因素在裡面 他希望考紀委員能夠看懂 能夠理解 他今天到底想要什麼 我退讓再三 我已經退到退無可退了 希望黨紀委員還能夠理解 他今天不願意跟馬 公然撕破臉 對不對 可是老馬如何啊 老馬我可以告訴各位 一刀比一刀深 一刀比一刀見骨 9月8號 他就直接講了 對不對 他自己親自上火線 在總統府看紀委會 最後一句定調就是 這不是官說 那什麼是官說 每一位民眾都可以悶心自問 大家現在對這一件事件 最清楚的一個印象 就是這一句話嘛 對 好 那到了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他看完昨天 王近平的那個 在記者會的時候 他說 第一句話就講說 我看了 我非常的失望 因為我本來希望 他能夠怎麼樣 他能夠之所進退 但是呢 最後他講 王院長已經不能 試任立法院長了 完全不能試任 你看 越講越重 越講越重 國民黨如果不能做出撤銷黨紀以上的處分 讓王院長離開立法院 離開立法院大家聽到沒有多嚴重 這是第二刀 第三刀 等到黨考紀會真的做出決定之後 他在下午的中常會還不忘再講最後一句 這才是改革啊 改革才能向前行 各位觀眾 極其如綠令 連三刀 砍得王院長 根本無法招架 大家想一想 馬英九 這次真的是吃了振脫 鐵了心啊 王近平能夠接得住這三刀嗎 刀刀劍骨之下 王近平是否還有一絲氣息呢 可是 我們昨天發現了一個玄機 王近平在飛機上 他會念佛 另外 王近平是否會求神問補呢 他離天命 是否就只差那麼 一點點啊 從我跑新聞以來 我們跑立法院 王近平從一個十三兄弟會 的一個會員 我就看到了王近平就在那邊念佛 各位可以看 王近平從吉隆坡回台北的路上 他在飛機降落前三十分鐘 他就不斷地在念佛 然後他的夫人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遞了一張小紙條粉紅色的紙條 然後 然後也交給了王近平 叫王近平好好的念一念 王近平只要他有事情 他一定是求拜神佛 那很多次 王近平他求拜神佛 各位再看看 他的坐車椅背上面 這個是老王的坐車 這個是他的駕駛 各位可以看 我們通常是放在後視鏡 不然的話是放在後座 好 但是我們這裡看 這個就是求來的平安府 這個大一個平安府 放在椅背上面的 這個就是他保證王院長的平安 因為王院長跟虛音雲 跟正言法師 甚至於聖言法師都很有交情的 那王近平全程信佛 可以從他飛機上念佛經 還有他椅背坐的後方 這個椅背坐就是隨互坐的後方 他有一個很大的平安府 那王近平他隨時都可以看到 可以看出我們王院長 他非常非常喜歡的信奉佛道 那這裡面他是基督徒 他連戰 他大概宗教信仰比較不太明顯 但是馬英九是天主徒 所以我們看這三個可以知道 就是說他們三個人 跟王近平之間的關係 連先生最好 還有李登輝 那唯獨你馬英九 這個天主徒碰到 這個佛教徒是永遠不給他面子 永遠不給他面子 好 我們回過頭來講三件事 各位曉不曉得 2001年的時候 陳水扁最喜歡講一句話 啟動國安聯盟 那個李登輝一直想促成 王近平去割裂本土派 去跟陳水扁結合 就是要國安聯盟 但是王近平說他要效忠國民黨 他不能背棄 連先生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那還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 王近平也是在罷免陳水扁案的過程當中 李登輝一直push王近平出來組第三聯盟 但是王近平拒絕 甚至於在 各位想想看在2011年 誰立出叫做什麼 蔡王配 甚至於王蔡配 我今天告訴各位一個內幕 如果能夠成的話 王近平配蔡英文對馬英九和吳敦毅 你說當年的時候有這樣的規法 只要王近平同意 但王近平他起不就離天命就差那麼一步了 就差那麼一步 那他求的是天命嗎 他求的是天命 但是 但求得到 他還是幫助馬英九取得大位 所以 我們講 昨天 我有一些朋友一直問我說 這句話從什麼地方來 我說 這句話從魏天公